时代变迁快速,永和街景变幻无常 乐活共生实验基地举办临近水墨怀旧创作展 利用水墨画妇科过去永和的纯朴景色 作者临近希望透过画作来让年轻人认识永和的百年变迁 这个展览本来是我原先就很早很早 我在很早以前就有规划 因为我在永和地方住了超过五十几年 所以我想说把我以前所记忆下来的永和 早年的永和把它画下来 所以这个展览的主要的主题也是永和过去的样子 希望年轻人能够知道永和以前鲜明的努力的样子 然后给年轻人可以多多了解 永安市场捷运站是永和的重要交通枢纽 临近表示过去这里其实是一大片眷村 透过自己年轻时的记忆 将画面运用水墨方式投射到画作上 就是希望能将永和的变化分享给下一代 这个地方画的是哪里呢 就是中永和才接这条现在的永和的综合路 那这个地方过去 这是一边是中和一边是永和 其实那一边 现在看到的那边就是建村 早期的建村 那这个建村后来就 因为建村的关系就特别改建 那改建变成什么 就是现在的永安捷运站 永安捷运站就是这边 就这边拆下来盖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因为没有照片的关系 我记得单年的样子 因为我曾经年轻的时候看过 所以我用想象的方法把它画下来 想了解永和过去的样貌 林静推荐就来林静水墨怀旧创作展 透过画作走入前人的生活之中 展期从即日起到4月23号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画展闭幕日搭配共生基地世界阅读日活动 林静也将出席与民众分享画作的故事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导 林静